基隆市传出某高中学校老师假借放学对16岁女学生补习时 却上下起手不轨的行为 基隆市议会非常重视这件事 而学生时期也遇过类似被老师不当行为 信骚对待情况的市议员许瑞茨 也特地质询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该如何处理 出现色狼教师滥用职权 大胆利用课后辅导的时间对学生上下起手 并且还说出好想趴在你身上这种性骚扰的言语 学生对于市长的一个尊重不敢拒绝 对于道德败坏的一个老师 教育处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防范的一个机制 教育处长刘美兰答询时表示 因为事件发生在国立高中 依据校园性别事件管辖权责分工 国立及私立学校属于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管辖 会依照相关法令紧述处置 事件发生的是在国立学校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学校里面 尤其我们现在性贫案件 没有黑素的状态 就是只要发觉知悉 24小时之内你都必须通报 那尤其是如果师对身的话 那就是属于公益的事件 就是不管如何 疑似你也得报 报完了之后 后续我们会去做相关的调查 那这个要让现场的学生如何懂得保护自己 也要让那个学生愿意去请述 所以这个区块里面我们在性别平等教育的部分的一个整个流程 我们都有完整的规划 而对于这件事情 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许瑞茨也提出建议 希望市政府教育处引以为鉴 检讨现行做法 判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从免疫机关的这个角度来看 性评教育平等法为什么实施那么久 然后这个问题陈述不穷 其实我在议员论内也接受过相关的陈情 我想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的问题第一个 就是你学校组织那个性评会 是官员调查官员 那这个有没有公平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有通报的机制 那有没有报警的机制 既然是性骚扰或等等相关的事件 有没有报警的机制 有没有司法案件的处理 所以流程又那么繁琐 所以我想不管是各级单位 应该是要用一个自然 然后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是最好的危机处理 所以我想请教育处有 就相关的问题再做一次流程的检讨 那在学生这方面受到性骚扰 有时候其实真的不太敢表达 因为对象是老师 基于尊重基于信任 其实有时候都会默默地 把这个委屈吞下去 因为学生受到性骚扰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太敢表达 所以我希望学校针对老师的 这一端能够加强道德的训练之外 对于学生的一个健康教育 像是性骚扰的一个教育 这样的一个课程 实际希望是不要被锁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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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